Hello Guys, I'm Shaak Ti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款 威力在哪裡之勢力破壞game Healing Fox 隱藏的小人 遊戲沒有特定的故事 所以我們就跳過故事 遊戲的玩法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電視的米奇在哪裡 又或者有玩過經典繪本遊戲威力在哪裡 在茫茫的海中 與大量視覺資訊下尋找我們的目標 目的非常簡單 尋找下列列表上的所有人是物 他可能是一個正在移動的人 又或者是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 或者又是一個小小小小的小物件 像是香蕉啊木頭等等 遊戲除了單純尋找以外 還加入了一種另外的尋找元素 像是夢遊先珍的概念 尋找可動的物件 順利將路線打開 讓目標走到終點完成 遊戲中有非常多的互動物件 像是除草可以看到草後面的人 或是將帳篷點開會發現有人躺在裡面 這些互動物件的多達280個 沒錯就是280個內容多的誇張啊 除了尋找清單上的人呢 還會有一堆隱藏的目標 你不點點地圖的所有互動物件 很多物件都是被隱藏起來的 地圖的設計主要分成五種 森林、漢地、都市、雪地跟工廠 每個地圖都別有特色 像是森林的花花草草很多 所以顯著複雜 很容易眼花撩亂 漢地的地圖非常廣闊 可能是森林的四五倍 清單上的目標就被分散到各地 雪地的地圖大多場景相同 但仔細觀察會發現有細微的差異 很容易感覺著到了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每個地圖的設計都別有用心 每一張地圖的物件互動也不一樣 增加了玩家對於遊戲的期待感與新鮮感 遊戲的難度並不會刻意讓玩家找不到 法鼠移動在清單目標上面會有簡單的提示 往往是他可能在的區塊或者是他現在的處境等等 打個比方 庭南上有一顆蘑菇 非常小 但是他的提示就會說 他正在被幾隻豬虎勢淡淡的盯著 可能下一秒就會被吃掉 這樣的提示可以讓你把目標放大去找豬群 而不是找一個小到不行的蘑菇 把難度稍微的降低 讓玩家在關卡中可以輕鬆一點 遊戲的過關條件未必是全清單要收集完成 可能是目標有20個 你只需要收集到16個 就可以前往下一張地圖了 設計非常人性 有時候玩久了 我們會有視覺疲勞在同一個場景中 而且尋找遊戲通常找很久找不到 那真的就是找不到 所以我非常喜歡有一個比較低的門檻 先過了體驗後面的地圖 之後再回頭把沒有找完的找一找 完成一個全解的成就感 讓玩家更能有好好體驗整個遊戲的感覺 遊戲的價格是台幣150塊 我個人覺得非常划算 20張地圖有大有小 有難有減 從簡單的小地圖到4-5倍大的大地圖 從100個物件到1-2萬個物件 從4個目標到20個目標 非常具有挑戰性 我玩到破關花了大概4-6個小時的時間 特別說一下畫面有三個顏色可以選 黑線白底 黑線橘底 白線黑底 我的建議若你一次要玩很長的時間 建議是用黑線橘底 可能對眼鏡來說會比較舒服一點 白線黑底真的是勢力殺神啊 千萬別選 我玩了5分鐘 我真的差一點嚇掉了 最後它是一個跳脫了 繪本遊戲原本的設計 增加了更多互動與隱藏要素 以前的尋找遊戲 通常你找到之後就會完全記得了 即使再玩一次也難不倒底 但這款遊戲完全不同 全破之後再回來找一次 第一關的物標也不見得全部都能記得 因為畫面複雜、隱藏物件多樣、背景不重複、目標不重複 這些種種原因讓遊戲增加了更多的回頭率 是一款非常適合下班休閒的小品遊戲 提醒一下這個遊戲真的很吃實力 如果你已經長期使用眼睛工作的人 下班還是別玩這款了 我怕你的事情真的會被摧毀啊